哈喽哈喽哈喽我们终于要来做一个青团的测评 现在很早大家都开始竞争那种青团了 现在才想到还是要买一点青团吃一下 但是我没有去买那种特别网红的 因为是在台队太长我也买不到 我就尽量在我家附近的一些超市 或者是网上下单的app上面买了一些青团 就是一共有五款青团甜的咸的都有 第一款是烟猪仙的笋冰青团 它是沈大城的网上买的 一共有六个 它是需要隔水蒸20分钟 所以等会先蒸这个 这个是在罗森买的黑皮马艾草青团 我不知道艾草青团 为什么它特意雕出来 但大家看了一下它里面是有艾草汁和抹茶汁 在那个皮上面 然后会显得颜色稍微比其他的青团颜色深一点 这个里面它是加了麦青汁 这个是在我们家附近一个卖那种面包的店 就叫苹果花园的买的 它是那种现成的 这个是在我们家附近那个青梅 是青梅里面买的香芋青团 它其实最后边都是用麦苗汁外面的皮 真正的艾草青团可能它真的会飙出来很 可能会贵一点 会高档一点吧 这一款是近两年的网红 蛋黄肉松青团 现在很久经久不衰了 因为很多家都有出那个蛋黄肉松青团 所以又搞不清楚到底哪家好吃 然后我之前今天看推送那个肯德基 也要出那个蛋黄肉松青团了 好离奇的 去肯德基吃青团 我拆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是有蛋黄的 旁边有黄黄的 它的保质器的U班的话 你那种蛋糕店买的 应该会不会短一点 它可能有三五七天这样子 然后这种盒装有包装 有那个后面有那种干燥剂的 它能够到达45到60天 那是最好 你能买新鲜的话 新鲜真啊 那就最好 新鲜一个 烟渡仙笋钉青团 很多孩子都出了那种特别无奇的青团 然后我之前有河马上面看到有那个什么流沙爆浆爆猪那种 然后冷冻的这个问题就是它上面都有干裂的裂纹了 就不知道蒸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就要蒸20分钟 我在趁着那个烟渡仙蒸的时候 然后先把这个拆一下 这个是一看就是个豆沙的 为什么要一定要用保鲜膜包着呢 因为它真的很黏 放到盆子里面很难把它吃 拿起来吃 惊人的 我觉得Bullet的这个样子 豆沙是最经典的一个青团 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豆沙的 这样子 当然它不是做很细腻的那种 是有点豆皮在里面 嗯还不错 偶尔吃豆沙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豆沙 吃这个咸蛋黄肉酥 它其实网红了这么多年的咸蛋黄肉酥 但是我一次都没有买过吃过 它让我都是肉酥 我估计这一块地方可能是有点咸蛋黄 怪不得它能网红这么久 这个搭配还蛮好吃的 咸蛋黄 咸蛋黄能够拯救一切 可能没有一整份 但是反正蛮好吃的 就是能够吃到那个口感 还在那种脆脆的咸蛋黄 下面吃的这应该是一个艾草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黑芝麻艾草 嗯在一些景区啊 你会看到那个什么 什么清明果 它叫清明果 然后就差不多 感觉是 但是它里面是咸的啊 那种菜的比较多 所以 贵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菜的 超级年 我现在闻一下有没有艾草的味道 翻着几个忘记闻味道了 黑芝麻艾草青团 那明显看到它这个外面一层糯米 其实跟颜色跟其他的有什么它一样 就属于比较暗的那种 没有那么鲜亮 口味上的话 个人吃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出来这三个 然后再吃这个香芋 香芋就是清明买的 其实我有看到榴莲啊 还有芒果 但是没有买到 它可能太受欢迎了 或者是过期了 没有人买 它这个颜色就感觉好小情形啊 好配我的衣服啊 香芋的话 我觉得可能吃不出什么香芋的味道 因为它还是偏像豆沙多一点 是一个烟都仙水丁青团 刚才真的有点塌了 里面的馅不是那种流出来的 这些就是一个肉圆子而已 我看到 就吃不出来烟都仙的味道 但是笋丁稍微有一点点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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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觉得还是那个 蛋黄肉酥味的会比较好吃 然后就吃不下去了 然后就吃不下去了